大家好,我是13,歡迎回到4R改 那這次呢,我們要換車殼 好,那我網路上有找到,就是價錢還不錯的 ZX-25R的副場殼 ZX-25R車殼呢,跟4R車殼是可以互用的 所以呢,我就下訂了,然後這組是Jonathan Ray WS-PK版本的 副車殼,所以看得出來還是有點綠色,可是他帶點白色跟紅色 那我原本想說直接騎原廠車上賽道屁股評測 但是目前ZX-25R在美國也只有近1000台 那要是有什麼萬一,車殼有什麼受損的話呢 接下來等料找料又很麻煩 在上賽道之前呢,好好的把它整個車殼 換成副場殼,這樣上去呢,我也比較安心一點 那其實呢,其實我之前在裝 就是其他零件的時候呢,我已經投資不 我有先把尾殼裝上去了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好啦,那在裝之前呢,我們可以看一下說這個 副場殼的品質怎麼樣 之前大家最擔心的點應該是他的Felman 就是可能合不上去啊 給店家做的話,他們可以幫你調整或什麼的 可是自己裝的話,可能裝不上去,裝不好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啦,那我已經裝尾殼上去了嘛 那尾殼的話呢,看得出來其實遠看 還可以 近看的話呢,就是他的這個漆這邊 對,可能不是很完美 但是黑色的部分其實不是很清楚啦 那我再看一下其他部分 其他部分呢,從這邊來看的話 他的 這邊會有一些瑕疵 尤其上面 坦白說 我這沒有特別的在意 因為以這樣價錢來講,然後加上整個完整的這個 漆上去的感覺,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 然後 這邊這塊,這邊這塊是我之前就是有想要加TNinja的話 自己看的時候覺得位置不好 所以我先把他帶子撕掉 可能之後再 自己就用砂紙把它磨 再重新上漆 這邊這一塊 那裡面呢 就是他的 這個 防燙層 這他有附 然後 裡面的話呢,這個版本的鎖點是都有的 然後這樣看呢,應該是不會那麼容易斷纜的 這是他內部的樣子 當然就是 看裡面就見光死嘛 那他裡面有內部的就是 這個 有Panel 因為這是ZX-25R車殼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 是舊款ZX-25R 裡面的那個 裡面那個方位儀表的部分其實是有差異性的 那邊應該是不能跟4R對應 所以主要就是外殼的部分 那 買色殼呢,有些人 就是整組會有附 封鏡 還有附那個油箱罩 但是我買的這個沒有 不過後來我朋友他有買就是 去加購有油箱罩這樣子 好啦,那我之前Mototips有講過 我拆車殼呢 或拆車子的東西之後 我就是 下面會鋪白色布 因為 之前太多經驗 看不到螺絲找不到 那再來就是 拆下來的螺絲 因為等下都要裝回去 所以我把它放在這裡面 那中間我也會用手機拍照 然後去注意一下 哪些 地方的那個螺絲啊 他放的位置是哪裡 不然很多時候其實 差一點長度的螺絲 真的容易忘記是放哪個地方的 OK Let's go 好,這邊有一個縮點 OK 這裡面 拆開外面快拆的時候 好,這邊有一個縮點 還有一個 OK 這邊下面拆了 這裡面其中一個拆了 這邊前面都拆了 然後原來 這裡面還有一個 站在這裡 像這個就很像 那種 倒楓的感覺 然後蓋住這邊 然後再切進去 很像以前在做4G車 那種很酷炫的造型 這跟像是以前傳統式 之前比較 舊式的 車殼啊 就不會做那麼多 好啦,這是我剛剛 左邊拆下的車殼 那現在的車殼呢 都是做這種 像分離式 然後多層次 所以他其實是 三個不同的車殼合在一起 所以這邊就有 1 2 3 這邊其實有螺絲 螺絲 螺絲 然後還有其他的接觸點 當然就是 這邊 這是方向燈 所以我就必須把 這些東西 移植過來 不然就是 要去找相對應的螺絲 但是這些 像那種bracket啊 是沒有辦法的 一定要用原廠 那現在就是 一氧化五爐 這個拆 然後裝過去這邊 好啦,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 原廠的 這個是副廠的 所以裡面 很明顯 不會騎到裡面嘛 本身組件呢 就是長這樣子 那 附廠當然有附這些 黑色的塑膠料件 那這些塑膠料件就是 看到這邊 這些料件 也就是 這個 還有上面這邊 這都是 全部拆掉的話 其實我這樣保存 我之後要裝 其實也比較麻煩 所以我會 就是傾向的是 一整片 一整片的房子 去做收藏 就是把它收起來 然後 這邊呢 擦就擦什麼 擦在我雖然有這些料件 可是 可是我沒有它的螺絲 因為如果我要這樣配的話 基本上很多時候都會是 重新重複使用 原本的螺絲嘛 但是 因為我想要保持它原廠 鎖起來的樣子 勢必要去寄草螺絲 所以後來就要去找啊 你可以上網去買螺絲 或是我自己去 像 HOME DEPOT或什麼的 找類似可以用的 然後就鎖上這個eBay 然後剛好可以 合適 那個尺寸大小OK 那有些人比較大的部分 因為你看得出來 它原廠其實比較大 它頭比較大 那可能我會配一些墊片 去鎖上去 OK 鎖點的差異呢 像你看 這是原廠 原廠看到這邊 其實 像這些bracket 如果要放上去的時候呢 它可以幫你就是 找到正確的位置 可以扣上去 那 附廠的話 其實 看起來像有 可是其實沒有 所以這部分 一定要自己注意 角度 好啦現在左右 其實都拆掉了 跟我想的一樣 它跟NINDA400一樣 車頭跟車燈 是在一起的 所以你只要 車頭燈這個鎖點 這邊 左邊一個 把它拆掉之後呢 你看它就送透下來了 那這部分接下來就是 這邊有個電源線啦 OK這點可能是有需要用到 前車架的人 像這樣擠上去換輪胎的話 才會遇到啦 那 這邊給你看 喔首先 它這台車跟 ZX-6R一樣 它比較高級 下面這個地方其實有 Rubber 橡膠墊 然後露出來這下方 那通常這邊是可以裝 呃 註車架 但是 這個擋住位置 我剛剛看過 我這樣插進去的時候 這邊其實就完全壓住 哇 OK後來就直接把它 反方向 轉 180度往後 可是上面這邊 因為它那個 有鎖點位置 專門設計 它這個凹槽 所以我把裡面那個 直接電片部分 相反過來 讓它可以鎖上去 然後再把它的這個bracket 往下凹一點點 所以這樣它在移動的時候 也不會撞到我的radiator 這樣就不會卡到喇叭了 哒哒 好啦 終於把前面的車殼全部拆掉了 好啦那現在換副場殼之後 大家應該最擔心的點 是下面那邊 排氣管的部分會被過熱 過熱的時候 其實之前很常聽說 副場殼會怎麼樣 扭曲 因為過熱啊 可能會有融化的現象 誇張一點啊 融化的現象 那 這邊呢 它是有附一些 Heat Sheel 給我 那Heat Sheel 其實它就是 鋁箔紙跟一些 海綿綿這樣子 那它的車殼跟車頭燈子 其實是一起的 我給你看 其實是一起的 那這個車的燈我看起來應該是跟 Ninja 400一樣啦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們繼續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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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地鞋鼱 余地鞋鼻 余地鞋鼻 好,這邊插播一下 剛剛前面看的那個側拍畫面呢 其實是還沒有裝副廠殼的突出啦 那時候想說,偷懶還沒有換掉 原因是因為這些bracket,我不會拆 因為它是rivet 它是這樣打進去的你知道嗎 這個我不會拆 想說怎麼辦呢,是要拆掉還是怎麼樣 後來發現其實有 像這種扣環呢,可以自己買 然後自己鑽洞放進去 那就有點像是這個的對應啦 所以原廠後來終於拆下來了 就換整副廠的啦 好啦,那放隔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謝謝大家 你沒人看了,我聽到這裡